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9日日 本视频将解析加拿大发出逮捕令司法依据孟晚舟的三条出路文章来源 多为于2018年12月8日新闻取自个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中国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抓捕仪式持续发酵 她的保释听证会12月7日举行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对孟晚舟的保释申请未作出裁决 保释听证言至10日 此后 中国外交部已经召见加拿大驻华大使 敦促加方尽快放人 在听证会前 加大拿总理特鲁多表示 加政府与孟晚舟在机场被捕一事无关 我们只提前几天接到了有关拘捕孟晚舟计划的通知 此案背后也没有任何政治动机 孟晚舟被抓捕之后 加拿大司法部也发布声明 强调加拿大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CFO的行动适应美方要求 特鲁多的与加拿大无关和加大拿司法部的因美方要求让吃瓜群众集体傻了眼 美国与加拿大虽然是盟友关系 但双方都是独立的国家 各自宪法也独立 为何加大拿竞配合美国逮捕第三方国家的人 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 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逮捕 美国要求加拿大政府配合美国逮捕孟晚舟的协定 依据是两国1974年签署的引渡条约和加拿大1999年颁布的引渡法 从引渡条约和引渡法看 请求引渡国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向加大拿提出引渡请求 引渡请求应付有被引渡人的涉案法律文本 或描述穷罪行及罪行的文件证明 若该名嫌疑犯尚未被定罪的人 则还必须付有请求美国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员发出的逮捕令以及法律证明 加拿大当局可以依据美国的请求 发布暂时拘捕令 简单来说 只要美国能给加拿大提供合法的逮捕令 加拿大就能协助美国在自己的国土上逮捕任何一个地球人无论国籍 不过 嫌疑人被拘捕后不会被立即被引渡 加拿大司法部长会有30天时间决定是否授权继续进行引渡程序 期间 加拿大司法部会分别给嫌疑人举行保释听证会和引渡听证会 保释听证会的作用是决定加拿大当局是否继续拘留嫌疑人 或是交保间外等待引渡听证 在保释听证会上 被引渡嫌疑人需出示证据以证明进行保释的合法性 警方也将出示相应证据 最终由法官按照双方提供的证据来决定是否进行保释 由于对孟晚舟扣留的行为适应美国方面的要求 因此按照流程 美国检方也要出席这一保释听证会 并向加拿大司法部提交证据 保释听证会后 引渡听证会也会接踵而至 引渡听证会由引渡法官进行 在引渡听证会之前 请求引渡国需提供真被引渡嫌疑人的详细案件摘要 写示其指控的罪行及证据 法官将会做出两件事 首先 确认法庭上的人是否是外国司法管辖区所寻求的人 其次 请求引渡国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让案件在加拿大进行审判 在法官获得证据后 便开始对被引渡嫌疑人的罪名进行判定 一旦加拿大法官和陪审团确认嫌疑人有罪 这就意味着嫌疑人被确认引渡 嫌疑人也将会被移交给引渡国进入该国的司法程序 相反 若加拿大法官和陪审团判定嫌疑人无罪 则引渡失败 嫌疑人也将被加拿大当局释放 如今 外界最关注的莫过于孟晚舟之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结果 是戏剧性的释放还是被引渡到美国 作为记者通过对加拿大引渡法的查阅 推测出了孟晚舟的三个结局 第一个 美国将孟晚舟引渡成功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 若加拿大法官和陪审团在引渡听证上认同美方提供的证据 并判定引渡成立 加拿大司法部将会与美国司法部进行交接 让孟晚舟正式进入美国的司法程序 孟晚舟的审判地点也将会变为美国法庭 第二个 孟晚舟与美国检方进行持久战 孟晚舟可以在30天内向加拿大司法部长提交意见书 如果司法部长认为当事人被引渡后将无法得到公平审判 其意可以拒绝迁发引渡令 从而保护被引渡者的权利或利益 针对引渡法庭的决定与司法部长的引渡令 孟晚舟还可以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和司法审查 上诉法院可以决定将此案发回部长或引渡法院 或者可以就引渡做出自己的决定 不仅如此 孟晚舟还可请求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继续与美国检方抗争到底 简单来说 孟晚舟很可能会选择在加拿大与美国进行司法持久战 尽量为自己拖延被引渡去美国的时间 并有可能因此获得释放 第三个 美国引渡孟晚舟失败 加拿大法官和陪审团在引渡听证会上判定引渡不成立 孟晚舟也因此被加拿大当局释放 然而 加拿大当局的释放并不意味着孟晚舟此后便能高枕无忧 加拿大和美国司法体系各自独立 孟晚舟在加拿大无罪释放 并不意味着美国司法部也判定她无罪 孟晚舟回到中国后 必会再次面临在过境其他国家机场 尤其是与美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之时 或将再次上演 她在加拿大被逮捕的类似情景从孟晚舟的案件可以看到 美加的引渡条约显示出了美国在国际司法领域上的霸道和长臂管辖 只要美方能够提供逮捕令 加拿大和其盟友伙伴就会配合美方抓捕嫌疑犯 即便孟晚舟此次逃过一劫 但只要她一天没有获得美国的无罪释放 就会一直面临再次被逮捕的风险 海外华人直播记者舒西认为 孟晚舟逮捕模式对中国的贪腐高官和情报人员起到很强大的心理打击作用 如何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打赏和点赞 您的资金支持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我们始终不办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